中国的人口下降到2100年,中国的人口将从现在的14亿下降到5.87亿 中国占世界的人口的六分之一以上 然而在中国人口从6.6亿猛增到14亿的40年后,它的人口今年会下降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,中国的人口从14.1212亿增长到2021年的14.1260亿 仅增加48万人,创下历史新低和10年前常见的800万左右的年增长相比只是一个零头 中国的总生育率,明明,妇女的出生数在20世纪80年代末为2.6,远远高于取代死亡,所需的2.1 自1994年以来,它一直在1.6和1.7之间,2020年滑落到1.3,2020年只有1.15 尽管中国在2016年放弃了独生子女政策,并在去年推出了用税收和其他鼓励措施支持三胎政策,但还是无法增加出生率 至于为什么中国妇女在国家的鼓励下仍然不愿意生孩子,有不同的理论 一种说法是生活成本的上市,另外一种说法是结婚年龄提高,这推迟了生育 上海社会科学院预测到2100年,中国人口将下降到5.87亿 不到今天的一半,迅速下降的人口将对中国的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劳动人口在2014年达到顶峰,预计到2100年将缩减到不到顶峰的三分之一 中国的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,预计在2080年超过中国劳动年龄人口 这意味着虽然目前有100个工作年龄人可以支持每20个老人 但到2100年,100个工作年龄的中国人将不得不支持多达120个中国老人